我會在這樣醫用的手握它 如果不握它 那塊皮就不太平 塊皮不太脆 我會一直用中慢火慢慢煮 這樣就可以做到皮脆肉圓的效果 有一點慢煮的感覺 現在會做香煎三文魚配雜菜伯酒忌廉汁 那首先三文魚 今天我用澳洲三文魚 首先我會在皮上割花 剛剛割穿塊皮就OK了 等它煎的時候不用跳起 首先我會先做醬汁 把爐調中火 加少許油 先炒香洋蔥和甘筍 這裡大概四分之一的洋蔥水 這個份量是二人的份量 兩九三文魚 這裡有半條的甘筍粒 我們要先炒香 炒至香 但不需要有顏色 用來保留一個中火炒 這樣放一些底味 加少許鹽 好了 蔬菜炒了之後就會欠少許白酒 大概50ml 由於白酒揮發了 然後就會加200ml的忌廉 做這個汁 把它煮至最慢的煮大概10分鐘 輕一點就不放油了 我會在這個皮上做點油 是想釋放三文魚皮本身的油份 所以放少許就可以了 然後放鹽 翻轉去 這邊就是放鹽 胡椒我會煎起才放 因為如果這些煎大火下去 它會變得快 我會調整中慢火 我會不斷用的手握它 如果不握它 皮就沒那麼平 皮就沒那麼脆 不斷握十多秒 讓它適應便可以了 我會一直用中慢火慢慢煮 這樣就可以做到皮脆肉嫩的效果 有一點慢煮的感覺 這樣就不會大火死煎 這塊也是這樣 這個過程大概煎皮大概六七分鐘 那怎樣看它為之可以不可以呢 它的熱力會看到 在身邊看到三文魚一邊白上去 白到大概上面一邊摸下去暖身一反轉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慢慢由它煎 那塊魚大概煎了大概五分鐘左右 那設計不斷反來反去 因為你覺得筷皮黏著不斷反去 反而就做不好 那因為筷皮如果夠脆的話 它會自動和餅皮分離 那就不需要你去的 那你看到旁邊的白色一邊上去 即是代表一邊按魚熟 如果你摸在這裡暖一反轉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大概煎多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那就由它繼續煎 那就完成了這個醬汁現在 白胡椒螺是鹽調味 那味道適合後 最尾就放一些 英文叫釣草 即是屎羅 這個適合先放 如果這樣太早放的話 它會變黃 那就可以了 那這個白酒忌廉汁就完成了 那大概摸下去就有一點溫度了 那就可以反轉 應該快脆的 反轉 那調到最小火 煮多它大概一分鐘左右就可以關火了 好了 那就關火了 然後在這個旁邊 不可以在皮上下 因為皮上一直都是脆的 那在旁邊放一些檸檬汁 還會加水 那就可以去看它味道 然後手熬 那會用這個盆上的盆子 對成餘的熱力來 emblem Like THE sporty 像是一直有慢煮的感覺 都能煮多它去大約 放在這個盆子上 大概兩三分鐘這樣就可以細κい回家了 就醬汁了 再加了 Boot Fest 多一點醬汁也不怕 如果不是很乾就不好吃 放三文魚 少少三文魚油